每天推荐一部好电影,请你订阅关注一下,以获取更新信息。 1952年,罗马尼亚一个隐秘的修道院内,两名修女走在满是十字架的走廊上,来到一个木门前。 院长想进入这个诡异的房间,让年轻的修女在外面祈祷。 突然,黑暗里伸出一只血淋淋的手,院长爬出黑暗的大门,让她拿着钥匙,不要让魔鬼占据身体。 话没说完,就被魔鬼拉了进去。 维多利亚修女抓起钥匙,仓皇地跑了出去,之后走到床檐上,把绳索套在脖子上。 此时黑暗降临,十字架倒转,而维多利亚修女决绝地跳了下去。 几天后,法国人莫里斯给修道院送来补给品,发现了维多利亚修女的尸体。 梵蒂冈教会得知了汇报,认为背后的原因不简单,派遣伯克神父前往调查。 与她同行的是一名剑系修女,名字叫凯蒂。 两人很快找到莫里斯,向她了解事情的经过,并请她带路,一同前往修道院。 三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修道院周围布满了十字架,为了保护修女的尸体,莫里斯把尸体放到了冰屋里。 但进去后,却发现修女的尸体呈现坐姿,而当初是躺着放下的。 伯克神父走上前去,取走了那枚钥匙,之后三个人安葬了修女。 凯蒂发现石碑上有铃铛,伯克神父解释说,这是瘟疫时期常见的做法, 人们害怕被活埋,所以才想出了这个办法。 做完这一切后,三人来到教堂前,教堂正门的上方还悬挂着修女刺杀用的绳索, 台阶上流着血迹,令人诡异的是,血迹居然还是新鲜的。 进入教堂后,凯蒂发现石桌上有个奇怪的黑衣人,他自称是这里的院长。 伯克神父想叫索尼的修女出来聊聊,但院长却说马上就要开始祈祷了, 教堂的大门会关闭,黎明时刻才会打开,让他们暂时住在院内的偏房里,明天再来。 莫里斯觉得这里很诡异,决定连夜离开,回去了路上,在森林里发现一个修女的鬼影。 他跟上去查看,却发现树上掉着一具尸体,下一刻直接扑了上来。 莫里斯吓得仓皇逃跑,来到一片满是十字架的坟地,那具尸体不敢接近,只是远远地望着。 片房里,凯蒂告诉伯克神父,他从小就能看到一些幻想,每次都能看到玛利亚圣母。 伯克神父跟他有相似的经历。 战争时期,他受托去调查一个男孩梦中预知的事件,认定男孩丹尼尔被附身。 教会进行驱魔仪式后,伯克神父却发现丹尼尔身上的恶灵并没有被完全驱除,于是又对丹尼尔进行了一次驱魔,但这次行动却让丹尼尔受了重伤,没几天就去世了。 他深感愧疚,觉得是因为自己太过自负,才让丹尼尔死亡的。 到了半夜,收音机自动播放音乐,伯克神父出门查看,却发现了死去的丹尼尔的身影,他跟在后面一路追赶,最后来到一片坟地。 而丹尼尔就站在一个墓碑前,他从嘴巴里吐出一条毒蛇,直接扑了上来。 伯克神父惊慌之下跌进棺材里,随着棺材门关上,墓碑上正刻着伯克神父的名字。 凯蒂被风吹醒,提着煤油灯四处查看,身后却出现一个修女的影子。 走进教堂,发现很多修女正在祈祷,一个鬼影在十字架后面的墙壁上游荡,一直走到镜子里站在她的背后。 凯蒂转头去看,刚才的修女们都不见了,而镜子里却伸出来一只手,然后镜子直接碎裂,十字架倒落下来。 凯蒂跑出教堂,听到了铃铛摇晃的声音,她在墓地里一番寻掌,终于找到了伯克神父被埋葬的地方,然后拿起一方的铁锹,拼命地挖掘起来。 眼看就要挖穿的时候,一只手却抓住了伯克神父的头,幸好凯蒂及时扎破棺材,伯克神父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但空荡荡的棺材里却出现一具骸骨和很多本书籍。 莫里斯回到了小村庄,却听到一个小女孩死了,酒馆的老板说,凯蒂两人也会死去,莫里斯不愿坐视不理,决定回去帮忙。 第二天,他们发现台阶上的血迹变多了,教堂的门被打开后,两人决定分头查找线索。 凯蒂发现一个修女正在祈祷,正要上前打话,却被瓦娜修女拦下。 瓦娜修女说出了修道院的历史。 这所修道院是在黑暗时代,由圣卡塔公爵建立的,他记录了无数的巫术和仪式,试图打开地狱之门,召唤出恶魔瓦拉克。 所信圣教会的人及时赶到,用圣物耶稣的鲜血封印了大门。 教堂专门建立了通道,用来压制恶魔。 几个世纪以来,恶魔都被牢牢地封印在里面, 可是战争的轰炸蔓延到了修道院,炸毁了地狱之门,恶魔想借此机会重返人间。 瓦娜说所有人都见过这个修女,但此人并不是修道院的一员, 她会化身成不同的形态,以修女们的软弱为时。 教堂的大门已经关闭,凯莉只能留下来过夜。 爱丽修女把她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休息,凯莉想询为钥匙的线索, 但爱丽修女却说不知道,而房门还被反锁了。 伯克神父发现,书中记载着恶魔的亵渎者瓦拉克, 就在此时,那个怪异的黑衣院长又出现了, 他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就不动了。 伯克神父上前查看,一只手伸出来抓住了他, 神父甩开手,却发现那是一只干尸的手, 而座位上的黑衣院长已经不见了踪迹。 凯莉被噩梦惊醒,发现一个黑衣修女跪在角落里祈祷, 她手中的镊珠散落,凯莉弯腰去剪, 死去的维多利亚修女出现在身后, 然后从窗口跳了下去。 房间的门自动打开,凯莉来到了十字架长廊, 来到了那个神秘的木门前。 随着蜡烛被吹灭,木门缓缓打开, 一个恐怖的修女慢慢地转过头。 凯莉吓得往回跑,但身后出现巨大的引力, 凯莉直接被吸露过去, 好在钥匙并没有丢失, 而恶魔又扎破木门,伸出双手, 凯莉吓得仓皇逃跑, 随后被瓦娜修女救下, 她说恶魔越来越强, 要去教堂一起祈祷才能度过今晚。 凯莉来到教堂, 露丝修女一直都在祈祷, 而角落里放着瓦娜修女的尸体, 其他修女陆续赶到, 跪在神像前,开始大声祈祷起来, 但一股强大的力量吸来, 把其他人都震飞了出去, 只剩下凯莉一个人。 伯克神父又看到了丹尼尔的幻想, 他来到冰屋里, 跟着铃铛走到冰窖面前, 维杜利亚修女的尸体从冰面下爬了出来, 莫里斯及时赶到, 将尸体的头颅砍下, 救了伯克神父一命。 此时的凯莉在小教堂里面不断地祈祷, 恶魔扯开她的衣服, 在她的背上刻上了五芒星的图案。 伯克神父和莫里斯匆匆赶了过来, 但凯莉回头去看的时候, 所有的修女都消失不见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凯莉的幻觉, 连角落里瓦那修女的尸体 也变成了死去多事的干尸。 凯莉这才意识到, 所有的修女早就死了。 地上的尸体突然拿起十字架, 刺进伯克神父的大腿。 伯克神父将十字架放在尸体的脑门上, 念着咒语开始驱魔, 尸体燃起熊熊大火, 莫里斯又补了一枪, 才把尸体放倒在地。 凯莉推测出事情的原味, 原来恶魔想要进入人间, 就必须占领人类的灵魂。 而维多利亚是修道院的最后一个修女, 她不是自杀, 而是为了不被魔鬼夺走灵魂, 选择了现身。 如果要封印恶魔, 必须找到耶稣的圣血, 而钥匙能打开圣血所在地的大门。 伯克神父为凯莉举办了宣誓仪式, 凯莉成为正式的修女。 他们来到密室, 从玛利亚圣母的神像上得到启发, 找到一扇大门。 凯莉用钥匙打开大门, 里面放着耶稣的圣血。 随后三人穿过十字架长廊, 来到神秘之屋。 由于地形复杂, 三人分头采取行动。 凯莉的身后出现一个鬼影, 正在她查看的时候, 却被另一个鬼魂扑倒在墙上。 凯莉吓得仓皇逃跑, 最终来到一间带有镜子的屋子。 随着烛火自动亮起, 她发现自己正处在五芒星的中间, 而旁边站满了神秘的人。 听到惊呼声后, 莫里斯和伯克神父急忙前去营救。 伯克神父用圣火的十字架阻挡住一群黑衣恶灵, 莫里斯用猎枪轰开大门, 却看到一群身穿白色修女服的人, 他们的脑袋上罩着麻布带, 而凯莉倾斜着站在五芒星图案里。 莫里斯拉开她头上的布带, 却发现她已经被恶魔附身了。 莫里斯偷偷地抹下一粟的血液, 涂抹在恶灵的脸上, 把恶灵从凯莉的身上逼了出去。 凯莉想营救莫里斯, 却被恶灵甩进水池, 装圣血的瓶子也丢了。 凯莉刚想去牢, 恶灵却从水里慢慢地漂浮出来, 她飞扑而上, 死死地抓住了凯莉的脖子, 把她按在水里想淹死她。 幸亏凯莉及时捞住了瓶子, 恶魔夺过瓶子, 以为胜利在即, 却发现瓶子已经破了。 与此同时, 凯莉张开嘴巴, 直接喷了她一脸的胜血。 之后地动山摇, 恶魔重新被镇压回禁地。 至此, 这次驱魔行动似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所有的一切看似又恢复了瓶颈, 但莫里斯却摸了摸有些痒的脖子, 那里出现了一个倒石自家。 二十年后, 剧情衔接招魂的第一部, 瓦拉克并没有消失, 而是附身在莫里斯的身上, 电影到此结束。 整体来说, 这部电影还算不错, 它是招魂系列的扩展作品, 因为剧情比较简单, 导致电影在玩弄那些遮遮掩掩, 故弄玄戏的把戏时, 显得十分拖沓, 节奏感太慢。 至于最终的驱魔场面, 似乎也有点潜离祭穷了, 除了猎枪之外, 还有耶稣的血液,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保存的, 难不成当年罗马人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还特意保存了一份。 不过据说现实里面, 真有这种类似的东西, 圣雪大教堂里面, 就保存了一块耶稣的擦雪布, 被保存了两千多年, 那里每年都会举办圣雪游行, 史料记载, 第一次游行就发生在1291年, 不过大家天天就行了, 别太当真。 1956年, 法国的一座教堂内, 神父刚刚主持完起伏仪式, 贾克独自一人来到地下室, 将圣酒放到柜子上后, 把足球踢了出去, 但城邦圣酒的玻璃瓶突然炸裂, 吓得他急忙跑了出去, 高知神父, 可话还没有说完, 教堂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两人小心翼翼地前去查看, 竟发现池里的圣水正在沸腾, 随后升起一股青烟, 鬼兄女的身影慢慢显现, 神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拖到空中, 身上燃起雄雄大火, 教堂外, 巨大的鬼影与莫里斯的背影融为一体。 四年过去了, 修女凯蒂幻名艾琳, 在一家修道院里进修, 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但她和伯克神父对抗恶魔的故事, 却成为经典的传教案例, 甚至有传言说, 她在那次驱魔事件后已经疯了。 这天晚上, 艾琳听到奇怪的喘息声, 这时院长过来告诉她楼下有客来访, 她来到楼下, 但院长却不见了, 走廊里的灯光闪烁不停, 莫里斯突然出现在身后, 然后张开了满是尖牙的嘴巴。 艾琳从噩梦中醒来, 吓得流出了鼻血, 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第二天一早, 主教大人召见了艾琳, 看看这个画面, 每次看到这张面孔, 和她吃东西, 以及分派任务师的嘴脸, 不知道你们的感觉, 我是觉得挺恶心的, 远没有恶魔可爱。 助理拿出照片, 说最近发生了多起神职人员离奇死亡的事件, 由东向西贯穿整个欧洲, 而杀戮的起点正是罗马尼亚的圣卡塔修道院, 也就是第一部里面鬼修女被封印的地方。 种种迹象表明, 鬼修女瓦拉克尚在人间, 由于伯克神父已经死亡, 教廷逼迫艾琳去查明真相。 戴拉修女知道艾琳的事迹之后, 备受鼓舞, 也非常地崇拜她, 冒着被赶出修道院的风险, 偷偷地跟了出去。 原来她的母亲在大火中丧生, 她因为信仰决定帮助艾琳。 而被瓦拉克附身的莫里斯, 正在一所女子学校内做园丁。 老师凯特对莫里斯颇有好感, 连她的女儿苏菲也非常喜欢莫里斯。 几个顽皮的同学经常欺负苏菲, 莫里斯总会及时出现, 帮助苏菲摆脱困境。 学校的前身是一所修道院, 后来几经辗转, 改建成了现在的学校。 至今还有部分区域没有对外完全开放。 这一天, 课间休息时间, 几个女孩子又以做游戏为名, 把苏菲骗到了小教堂里面。 领头的女孩子让苏菲站在一扇玻璃窗前, 传言只要阳光直射进来, 窗户上山羊的眼睛就会变成红色, 只要与她对视, 就可以战胜内心的恐惧。 苏妍一言照做, 片刻之后, 山羊的眼睛果然变成了红色。 小教堂内忽然吹起阵阵阴风, 苏菲非常害怕, 匆匆跑到门口, 几个人却把大门紧紧地关上了。 一旁的圣母雕像仿佛活了一样, 朝着苏菲一步步走了过来。 莫里斯听到喊叫声及时赶到, 再次救下了惊魂未定的苏菲。 艾琳和戴拉已经来到法国, 开始着手调查事情的经过, 石阶上还留着残骸的痕迹, 艾丽看到了幻想, 一个小男孩向她伸出手, 手心里放着一个十字架。 从修女的口中得知, 神父的助理贾克目睹了悲剧发生的经过, 还有一个年轻的工人, 当晚也在修道院留宿, 但事发之后就不知去向了。 根据修女的描述, 艾琳马上就猜出此人正是莫里斯, 当时鬼修女看似再次被封印了, 其实已经附身到莫里斯的身上。 莫里斯所在的学校在此发生意外, 苏菲听到母亲的呼喊, 循着声音来到楼梯拐角处, 看到母亲走上三楼, 就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但母亲却消失不见了。 一扇门缓缓打开, 一个白面修女站在走廊的尽头, 还没有等苏菲反应过来, 一群乌鸦直面扑来, 而那扇门后却变成了杂物室。 苏菲急忙下楼离开, 却在二楼拐角处遇到了鬼修女, 恰巧楼下的教室门打开, 阳光照来, 鬼修女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面破败不堪的墙壁。 当天晚上, 艾琳在旅馆门口看到了贾客, 她急忙追了过去, 但仅仅一个转弯的功夫, 一群小男孩竟然都诡异地消失不见了。 随着灯光闪烁, 阴风阵阵, 杂志的书页翻动起来, 拼搜出鬼修女瓦拉克的样貌。 艾琳修女上前查看, 结果被带入一片幻境之中, 她看到了盲人守护神圣鲁吉亚被挖聚双眼的过程, 她跪在地上, 手里捧着一个精致的圆形小盒子。 等大拉修女赶过来时, 艾琳早已经晕倒在地, 不省人事。 第二天, 艾琳修女醒来后, 她大胆地做出推测, 鬼修女掌控着莫里斯的身体, 杀掉一个又一个的神职人员, 似乎是在寻找某种圣物, 用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一旦得逞, 也就预示着莫里斯的死期到了, 必须赶在之前阻止一切。 戴拉突然想起, 就在艾琳昏迷期间, 甲克送来了神父生前使用的十字架, 上面挂着一个奇怪的徽章, 而被鬼修女杀害的人都有一个, 只要查出徽章背后的秘密, 就知道鬼修女下一步的行动。 当天晚上, 校长正在祈祷, 听到外面有声音, 就出去查看情况。 她发现莫里斯正站在飞起教堂的门口, 校长上前打招呼, 莫里斯清醒过来, 但她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就在这时, 教堂里传来孩子的嬉闹声, 校长打开大门, 在里面四处查找起来。 死去的儿子竟然突然出现, 校长正想上前查看, 一只幽黑的鬼手出现在男孩的肩膀上。 之后男孩轮起手里的油灯, 开始不停地攻击校长。 第二天早上, 凯特路过这里, 发现教堂的大门没有上锁, 于是进来检查, 这才发现校长的尸体。 埃琳来到法国天主教总部的档案馆, 图书管理员说这是一枚古老的家族徽章, 最早起源于盲人的守护神圣鲁吉亚, 而那些受害者应该都是这个家族的后代。 当年圣鲁吉亚被异教徒杀害, 她的族人为了躲避追捕, 便带着她的双眼四处躲藏。 据说这双眼睛具有强大的力量, 鬼兄女是想借助她恢复实力。 根据记载, 这双眼睛被一位神父埋藏在一座叫圣玛丽亚的修道院内, 后来修道院被卖给一个葡萄酒厂, 二战之后又被改建成一座女子寄宿学校, 距离档案馆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埃琳两人急忙连夜赶了过去。 这天晚上, 苏菲母女把莫里斯请到了家中, 在音乐的烘托下气氛非常和睦, 但谁都没有注意到墙上的画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 莫里斯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 凯特发现了她脖子后面的倒十字架, 等莫里斯抬起头时, 画像已经彻底变成了鬼修女的模样。 莫里斯急忙拉举母女二人逃出房间, 结果正好遇到赶来的埃琳。 埃琳把鬼修女附身的真相说了出来, 莫里斯听到后瞬间崩溃, 身体开始不受控制, 等她抬起头时, 脸上挂着邪魅的笑容。 埃琳急忙上前阻止, 却被她一拳击倒, 带拉修女飞身扑了上去, 又被她一个过肩摔放倒在地上。 埃琳拿出十字架, 念动咒语, 试图将恶魔驱赶出来。 莫里斯痛苦地归早在地上, 带拉修女趁机将她打昏了过去, 然后用铁链把莫里斯牢牢捆住。 在母女两人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教堂寻找圣物, 苏菲想起窗户上山羊的红色眼睛, 这或许就是神父留下来的线索。 带拉修女有手链筒充当阳光, 经过几次调整之后, 山羊的眼睛终于变成了红色。 爱琳根据红色的指向, 很快就锁定了眼球埋葬的位置, 挖开下面的泥土, 很快就找到了装有圣物的盒子。 就在此时, 苏菲惊奇地发现, 窗户上的山羊图案竟然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 宿舍里的女生听到楼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带拉修女也听到了异响, 她寻着声音来到楼梯拐弯处, 正好遇到出来查看情况的女生。 带拉用手电筒朝楼梯上方照去, 却看到一只长着羊头的怪物。 带拉修女急忙跑上二楼, 带着女孩子们躲进屋子里。 等周围恢复平静后, 他们想从通风口钻到校长的房间。 一个女孩在前面探路, 却在房间里看到了死去的校长, 吓得急忙退了回来。 她正向同伴解释时, 洞口里突然伸出一双手, 把她拉了进去。 众人合力将女孩拖了回来, 没想到校长也被拉了出来, 她的嘴巴里吐出无数的蟑螂, 带拉只能带着女孩们继续逃跑。 学生的尖叫声吸引了艾琳的注意力, 凯特老师刚想过去帮忙, 却撞见逃出来的莫里斯, 被一巴掌扇飞在地。 莫里斯飞身扑倒艾琳, 抓着她的头狠命朝地上撞去, 生物脱手掉到地上, 苏菲急忙捡起盒子跑了出去, 莫里斯扔下艾琳, 苏菲一口气跑到楼顶, 躲在角落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莫里斯循着踪迹跟了上来, 在靠近苏菲的时候, 生物发出白光吸引了莫里斯的注意, 她不顾一切扑了过去, 没想到白光干扰了莫里斯的心神, 让苏菲趁机逃了出去, 巨大的能量让钟楼摇晃起来, 几乎倒塌, 大钟下落砸到了很多横梁, 莫里斯也被摔到了地下室, 苏菲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 艾琳匆匆赶到, 拿回了圣物, 就在此时, 莫里斯突然从角落里冲了出来, 艾琳举起圣物奋力抵抗, 在白光的照射下, 莫里斯痛苦不堪, 短暂地恢复意识后, 就跌倒在地上。 艾琳以为莫里斯死了, 十分痛苦, 可就在此时, 莫里斯竟然一把夺过眼球, 随后高高地举过头顶, 任由她在手中燃烧。 鬼兄女最终还是得到了眼球的力量, 她脱离莫里斯的身体, 现出了本来的面貌。 艾琳急忙拿出十字架, 念着驱魔咒语, 但鬼兄女仅用一个眼神, 就把艾琳束缚到半空中, 渡谈不得。 紧接着燃起熊熊大火, 准备用对付神父的方法烧死艾琳。 导演拍到这里, 道具组那边恐怕已经搬空了, 编剧也实在是编不下去了, 万能的信仰之力又来了, 身上的大火自动熄灭。 看过世纪几大宗教教义的人都明白, 圣经、金刚经还有古兰经, 其实都和论语差不多。 记录着先贤的只言片语, 口气基本上也一致, 分别是主说如是我闻, 真主教导我们, 以及子曰。 子不语怪力乱神, 反正爱丽蔑视一切恶魔, 一起畅念上帝吃饱喝足之后, 闲着没事说的那些家常话。 一桶桶的葡萄酒倾泻而出, 鬼修女的体温升到燃点, 化作篝火, 飞灰烟灭, 而莫里斯也恢复了正常。 走出地下室, 院子里的西红柿长出了果实, 苏菲主动拥抱莫里斯, 然后拉起母亲的手, 三人慢慢离开, 后面八成就是幸福美满的家庭了。 电影最后, 乌伦夫妇接到神父打来的求助电话, 似乎还有更多的恶鬼, 修女恐怕还会继续拍下去。 普及一下宗教知识, 这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都有葡萄酒, 因为根据新约记载,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 把葡萄酒和面包分给大家, 面包象征着耶稣的肉体, 葡萄酒象征着耶稣的鲜血。 第一部里面用的是真正的耶稣的鲜血, 封印了鬼修女, 第二部里面的用量有点大, 耶稣先生就是一头大象, 也禁不住这么喷, 所以就改用了葡萄酒。 于是我就很好奇, 第三部修女怎么拍呢? 难道要用面包噎死恶魔吗? 这部电影在整个系列里面的评分是最低的, 就因为叙事太乱, 一群怪物出来打酱油, 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而且正义一方和邪恶一方找了半天的圣物, 最后没有丝毫的作用, 还是靠一句阿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鬼修女这个曾经的天使, 肯定没有好好地祈祷过, 实在不行就弄把锁, 把阿门关上锁起来不就行了?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最后麻烦您订阅关注一下, 我是脚宝, 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